好 我們今次繼續分享 下一次講到分享見證 而分享見證有甚麼作用呢 可以激勵人 鼓勵他 又可以傳呼翁 當我們分享完 我們可以講講耶穌的大恩 鼓勵人數耶穌 建立他的靈命 可以復興他的靈命和訓練人 訓練人更加給神使用 在這裏圖的那個人是誰呢 大家認不認得 認不認得 認不認得 這是布永康 Ryan Huck 江傑 已經離世了 是非洲的宣教士 很厲害 很厲害的 神口大大使用他 我以前是在總恩外國的時候 有個牧師跟過他 跟過他 他說他由早上四點鐘提報 很長時間 他說他一揮手 十幾個人即時經歷聖練充滿 就是那個神的同在是非常之強 因為他用很多時間去增加神 好 我上次有講到這一點 大家希望大家留意 就是在分享見證的時候 講到神的屬性 就是他的本性和恩典 那我先解釋什麼叫屬性 屬性即是神那種的本質 這裏其實第一項 我們就講到他的愛 接力 智慧 能力喜樂 聖結 這些是他的本質 那有因是甚麼呢 是他為我們做的 就是他愛我們 他是愛 這個是本質 他愛我們是恩典 就是他為我們重的 他關心我們 幫助我們 感動我們 更新我們 提升我們 訓練我們 這個呢 為我們預備道路 這個呢就是恩典 那大家留不留意到 我簡單講講 譬如說你有一個辯證 譬如本來有意外的 啊 竟然沒事 車明明撞過來 明明真的會撞到我 誰知道到最後的車會 走下去 不知為何最後的一秒鐘 可以走下去 這個有甚麼屬性呢 神就是全能的 他全知他知道我的情況 他有這個能力 變成他令到車離開 或者有方法令到 那車撞不到 不會撞到我那裏 亦都是他感動我 令到我有依靠神的心 那這就是恩典 他的本性就是他全能 他知道了我的問題 他能夠幫助我 那這就是他那個恩典 當我們去任何經歷的時候 都去想回神有甚麼本質 和他的恩典 但有些人說 分享又說這些 其實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但有些人分享 就說 我本來撞車的 誰知道 神救我 我撞不到車 感謝主 大家就 感謝主 這也是好的 但如果他能夠說 我們看到我們的神 他知道我們面對甚麼情況 每一個人 全世界有這麼多個億萬個 他全都知道我們面對甚麼問題 他也有能力 在那時馬上扭轉 他有能力 令到車不撞到我那裏 他真的會幫我 他又感動我 於是 這個真的看到神那種大能 神真的好 我們作見證的目的 是希望人會喜歡神 當人喜歡神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就改變了 他就會很歡喜神 又倚靠神 有神真的好 有神萬事足 我經常心都是這樣想的 我真的經歷過神很多作為 當我看回我的人生 我人生每一段路 都是有神的安排 有祂的目的 有祂的計劃 其中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祂教我怎樣 在講信息 或者是分享 或者是另敬拜的時候 都時時講到神的屬性和恩典 你經常都聽我說 在敬拜的時候 耶穌在那裡 耶穌在祝福我們 耶穌在那裡 即是祂臨在我們 包括祂的屬性 祂能夠無所不在 祂又關心我們 祂真的祝福我們 這就是 一方面就是祂的本質 祂能夠無所不在 祂有關心靈的心 而祂真的來關心我們 感動我們 這也是在敬拜的時候 可以帶領大家 敬拜的時候 譬如說 耶穌你真是好 多謝天父 耶穌擁我 這也是宣告神的恩典 神真的會來祝福我們 這個教導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是因為神安排我去到美國路德會的神學院 他們很強調律法和福音 我將它擴闊福音到所有的恩典 令到我很欣賞神 神經常都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大家在這一陣子 可能你覺得 有平安有鼓勵 這就是神在做的事 令到我們平安 能夠興盛 能祂喜樂 我們就感謝神 神啊 多謝你 我來你的聚會 你就感動我 令我平安喜樂有力量 那就是神做事 不是只是說 多謝主我一親近你 就有平安喜樂 而是說 神在哪裡 我們一親近的 祂就立刻祝福我們 就說出神的恩典 讓人們喜歡神 和信任神 信得過神 神凡事都能 和神都想幫助我們 OK 然後我們繼續說 之前上一次說的 我們就不說了 接著說到分享了 譬如有個人分享 神供應他們的需要 有些人分享神的供應需要 就是說到 感謝主本來沒有錢 神忽然給我一份工 我有錢 多謝主 各個聽完都很感謝主 但是 如果更加去說 神的本性 和祂的恩典 有些什麼呢 神真的很愛和照顧我們 祂看我們 好像全世界那麼多人 其實很多人很軟弱 但祂不是只顧著我們的軟弱 祂看到我們每一個 祂知道我們的需要 祂就會愛我們 照顧我們 甚至那些不太聽話的基督徒 祂都說 神在不同的時間 供應我的需要 那就是神的愛和照顧 這個愛和照顧 祂本質就是愛 祂愛我們 就是恩典 祂本質就是愛 然後祂照顧我們 也是恩典 豐富 這個就是 是本質還是恩典 是的 本質 祂有 就是屬於祂的東西 祂有 跟我們有關的就是恩典 祂是有一切資源的 所以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不用怕 一切的資源都是神的手中 祂一定可以幫到我的 全知 這是恩典還是属性 属性 祂什麼都知道 祂知道我們的需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自己真的經歷了很多神的供應 我講一個例子 真的很特別 我當時在外國 因為我經歷了聖廷充滿 回到外國 其實我本身當時不是想回去 不過因為我之前的太太已經悉勞歸住 她當然無法適應香港 所以她就回去 我打算回去 所以她當然會 現在侍奉的能力跟以前不同 應該更容易找到侍奉的崗位 但誰知道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但不要緊 因為以前在傳統教會 反而不困難 因為他們有很多空缺 四處都有空缺 所以如果我留在傳統教會 他們一定可以安排到有地方需要的 但當我告訴他們 我有這個經歷 以及我說 我一樣跟足以前的信仰 不過我現在多了聖廷的能力 他們都不肯接受 我便不會秘密地進入 又不說有聖靈的能力 運作時有聖靈的能力 我便不想這樣 我會告訴他們 他便說不可以 那我就算了 有什麼事發生呢? 有一次 那時有個牧師 給我在他的教會做少許事奉 給我一點錢 不太多 這是短暫的 有一次有一個人請他去廣道 去一個刑會廣道 請他兩次 他說我又沒有空去兩次 我去一次 你去一次 因為他好像給我一個機會 你去一次 我去一次 我去到那時 那個牧師說 其實我沒有請他來廣道兩次 我只是請他來一次 另一次只是叫他來參加 搞錯了 不過他說既然你來就算了 先讓你分享一下 原來有另一個牧師 到時是分享的 好了 我分享了 接著到那個牧師分享 這個牧師是認識我的 好了 然後結束了我們聊天 我便說 這個牧師也是在聖靈運作的 以前也是傳統教會的 後來是在聖靈運作 我說我現在又是發生同樣的事 他便問我 他便問我 現在你的情況如何 我便說 我便在找到侍奉的工場 便留下了電話 他便離開了 他便找了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是一個牧師 這個律師是一個牧師 找了一個律師 幫他做那些 即是數字的那些 錢、錢、銀的那些 他做完之後 他便跟那個律師牧師說 有甚麼可以幫助你 他便說 有 我想找一個牧師 他說今天有 今天有一個牧師 他便說 他現在是開放 他又是聖靈充滿的 於是他便便介紹我去 立即打電話 便容許我去那裡 侍奉一段時間 這也是很奇妙的 因為完全是 就是 完全是巧合 以及 拿錯意 即是牧師以為他 訓他講道 結果不是 而剛剛那個牧師 就認識另一個 這個律師的牧師 是 他的教會需要一個牧師 這就是一個神的特別安排 這裏看到甚麼是神的屬性呢 神知道我需要 神有心 其實在我初頭幾年 一直都是在這種情況 即是不肯定入息的來源 的情況之下 但是神知道 神又為我預備 就是祂那種能力和祂關心 在過程中 一方面我學習倚靠神 另一方面都經歷到神的幫助 因為我以前做牧師 不需要講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月一定有人工 即是在中派裏面侍奉的時候 是每個月一定有人工 是必然有的 亦都是大把空缺的 所以 在當時來說 根本我沒有想到 甚麼叫信心生活 但當時開始 就說 真是 神的供應 神真的可以供應 不可能的情況之下供應 這個就是看到 神的 知道我的情況 然後祂怎樣供應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就不要只是說 很奇妙 要是說 神真的知道 令到這個牧師以為 別人請他兩次 搞錯了 然後他找我去 他可以不找我去 他又找我去 而找我去的時候 剛剛那個牧師 又知道另一個牧師 那個牧師是想請牧師的 完全是神的安排很奇妙 那你說 哇 神你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會安排這些 其實我很多東西 我都是看到神的安排 譬如我講到 這個色奴歸主的太太 就是因為他 所以我會入到 美國路德會的神學院 而裡面就學到 律法和福音 我起初都覺得很受限制 他講到 你每次都要講福音 每次都要講福音 但是我現在將它擴闊 每次都講恩典 經常都講給人聽 神的封聖恩典 然後我們應該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人就有動力了 譬如分享 原來神有這麼多好處 有這麼多恩典 於是我們便樂意 分享神的恩典 譬如我們有經歷神職歧視 這裡講到透過我們 我們祈禱為人祈禱 有神職歧視 我試過很多次 因為我們訓練人為人祈禱 然後他們回來就說 我昨天為誰祈禱 他好起來 是受訓練的人 是第一次的 真的看到神真的做事 我們看看有什麼 愛和照顧 他關心有需要的人 他知道那個人需要 神職歧視的能力 這是他的屬性 還是恩典 神職的能力 屬性 他的本質 即是屬於他的本質 恩典就是他做在人身上 即是有一個人在 他愛我們 就是有人在 他用神職醫我們 這是恩典 他有神職能力 這是他本質 為何要說本質呢 譬如這樣 你看到兩個人 兩個人都幫你 譬如你沒有錢的 兩個人都幫你 但你看到第一個 其實他不是很有錢的 不過他看到你的情況 他有愛心幫你 另一個是有很多錢的 給你一點 這麼慘 那這兩個人 我不是說第二個是不好的 不是的 他絕對不是不好 不過很明顯 第一個是更加好的 你看到這個第一個人的本質 他有一種 真的很憐憫的心 很想幫助我們 當我們告訴別人 這個人他本身也沒有錢的 但他也會拿錢出來幫助我們 真是好人 我們會這樣說 就是他的本質很好 我們就告訴別人 神的本質很好 我希望大家記得 以後 說什麼都說 神真是好的 神的本質真是好的 他有很多恩典 還有看聖經 裡面很多說到 神的本性和恩典 有時候他沒有說出來 但你可以找到出來 全能是什麼 屬性 即是他能救的 有些人真的不可能的情況 在網上有很多見證 有些人要死的 醫生說他一定要死的 有一套電影叫做 《Miracle from Heaven》 我不知道有沒有中文字幕 有沒有英文字幕 可能在YouTube 你便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英文字幕 那個經歷是什麼 有個小朋友 那個女生 她經常都腸胃有問題 經常吃東西會痛 經常哭 到她大約十歲的時候 她爬了一棵樹 她不知道這棵樹是腐爛的 那棵死樹 但她不知道中間那棵樹 掉了在樹洞裡 掉了三十尺 那棵樹 撞下地就死了 以為真的不行 誰知道 後來她是復活了 她說她一掉下去 就看到耶穌 而且她回來之後 她是痊癒了 她的病是沒有了 以前的病是沒有了 這在人來說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有機會可以看 這個電影 如果不看這個電影 她有些影片見證 那些是不需要錢的 但這個電影 你可以看的 是租的 可以在YouTube那裡租來看的 以前在香港戲院都做過 這套 好了 她真的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多人 有很困難的事情 很多疾病 不可能的事情 神都去醫治她 行神即其事 以及她看重這個人 這個人為人祈禱 神看重她 所以使用她 有興起人 即是我們看一件事的時候 她能夠給神用 她以後有信心 這就是興起人 神會興起一個人 給神用 這才是重要的 耶穌說 你們當父我騙 學我仰式 父我騙即是和我一起侍奉 學我的生命 只要你們心裡必得享安息 即是越是侍奉神 和學耶穌生命的人 神就會賜給我們心中能夠享安息 即是這個生命就會提升 所以我們越是服侍神 又學耶穌生命 輕輕鬆鬆的侍奉神 我們的生命越被提升 其實我現在講到和初做牧師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是非常之不同 我經常都會講到神的美善 經常講到神的美好 經常講到跟從神多好 這件事是會吸引人 喜歡神 當你聽神的話 你的生命又會被提升 你就會發覺 原來我也可以給神用 將來你跟人分享的時候 人們會說 你真的改變了 你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你真的看到耶穌的生命在你裡面 這就是提升人 即是說我們的見證可以提升人 我希望大家留意你生命中 神做了什麼工作 就算神提醒我們知罪 神提醒我們向人認罪 神提醒我們改變我們的生命 這些都是需要神的工作 我們就要多謝神 譬如我們知罪也可以分享 多謝神 我以前都不覺得這件事是問題的 但我現在知道 我得罪人真是很大的事 求神赦免我 多謝耶穌提我 講耶穌的恩典 耶穌知道我軟弱 但耶穌不是罵我 耶穌是感動我 叫我悔改 當我悔改 聽神話 我心就平安起落 耶穌就祝福我了 這就是恩典 不只是說我改變 是說神背後要做什麼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你 爸爸媽媽做東西給你吃 其實你這樣想 不過我們現在多數已經是 煮東西給別人吃 當你小時候 每天都要煮不同的餐 每天都要想 但小朋友又不太覺得 我又不喜歡吃這些 為什麼我想吃 你又不能吃 好了 他沒有想到他父母 其實每天都要想煮什麼 要吃 又要改變 又要有益處 其實他用了很多心機 那他有什麼屬性呢 他的屬性就是 他有這個關心 他有這個能力 去找 想不同的方法煮菜 他又肯用心去想 由他實際上去煮不同的東西 又哄他吃 這些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行為 很多時候 人們都不會看到這些 我們需要想一下 他背後的心態和他的行為 我們就會欣賞神 當你時時地欣賞神 首先在讀經的時候 我們欣賞神 神又喜歡 你講聖經 告訴別人 有欣賞神 神又喜歡 人們又改變 現在我們非洲的牧師 都懂得這樣說 他們都懂得 列出來 神做了什麼工作 我現在要求他們做功課 這也是神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 還有祂有能力提升 祂有能力提升 這是什麼? 祂有能力提升 祂有能力就是屬性 祂提升我們就是恩典 祂有能力提升 祂有能力提升 好了 譬如你差不多有意外 神是救你 神是愛我們 祂的奇妙計劃就是 祂想不到的方法 可以救我們脫離 脫離的危險 我自己試過 有一次 本來的路是完全沒有冰 但有一個地方 不知為何突然有冰 是半夜的 我不知道 車轉轉轉 轉了一轉之後 過了兩條線 接著有個大貨車衝過 如果我稍微遲 就已經被車完全撞扁了 我真的停下來 真是謝謝神 這裏看到神的屬性 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祂知道為何不把祂拿走 因為神要我們學習 所以祂沒有把東西拿走 如果祂把貨車移到很厚 那就不會經歷到這件事 但那貨車真的差不多在我後面 這樣的情況之下 祂又保守我 那個時間剛剛好 我轉完之後 那貨車才衝過 那這個是恩典 祂有這個知道的能力 祂有能力控制這些一切 祂能夠掌管我們的生命 因為聽神話的人 神就在我們生命中做偉大的事 那些不聽神話的人 祂就被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被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而是進入神奇妙的計劃 神是預知的 將會有意外 祂掌權的 神能夠掌管事情如何發生 祂有教導的能力 祂有教導我們 對不起 左邊是屬性 右邊是恩典 我現在才看到我自己在做什麼 左邊是提升的能力 然後祂提升我們 OK 這裏就是祂有奇妙計劃 祂本身有 祂不想意外破壞神的計劃 祂有這個預知的能力 祂就預知到將來有什麼事發生 祂就計劃祝福我們 祂掌權 右邊有些是恩典都有屬性的 祂能夠掌管事情如何發生 當我們看到這一切 哇 多謝神 感謝神 好了 我們分享的時候 不用說完所有事情 你選擇說什麼 所以回去想清楚 要說什麼 或者待會你都可以有人分享 想清楚我們想說什麼 我們講到分享 首先一定有個生命 有些人分享 我們不覺得祂有屬靈的生命 譬如有些人說 我經常都想有個兒子 終於今年有個兒子 謝天謝地 聽完 我不知道祂是喜歡的兒子 還是喜歡神 喜歡的兒子沒有問題 不過祂好像沒有講到神的事情 因為祂沒有跟神有親密關係 所以祂的分享 只是講到祂脫爛 或者祂得到什麼 我們本身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經常跟神有交流 我們自然有很多見證 我經常都可以有很多見證 我經常看到神的工作 因為我經常都數算神的工作 那我就跟神的關係好了 有幾個 第一就是 認識聖經 聖經答應了 就是神會為我們開出路 有困難的時候 試探的時候 為我們開出路 神在我們身邊有奇妙計劃 所以我們知道 神會保守每一個愛祂的人 我一時是信靠神 我們信靠神的時候 就能夠講得出 經歷神的幫助 譬如其中一個 我講回經濟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人忽然跟我說 他支持我的侍奉 一段時間 真的很神奇 為何他會這樣做呢 莫名其妙 神會做一些這樣的事 他會感動人 所以在那一段時間 我最困難的時候 是有人幫助我 而後來我逐漸有不同的侍奉 而後來我就在當地開了一個教會 那這些都是神 一步步為我預備 這就是信靠神的時候 講得出神做些什麼 時時親近神就講得出 本來心不開心 現在都鬆了 本來很難遙樹的人 現在可以遙樹 本來煩惱現在可以起落 那你做慣了 在我來說 我一期親到就起落 所以我什麼煩惱都走了 一期到 感謝神 那些起落就湧出來 那越親近神 就越多見證了 越多見證 真的什麼困難都好 我即時有力量去面對 還有時時順從神 整天順從神 就能夠講到我們順從神的時候 神如何帶領祝福 譬如我經歷四年之後 神就帶領我去處理生命 我又真的處理生命 明明有些人對我不好 我選擇去祝福祂 選擇不給祂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更加成長了 更加學到不給人影響 還有經常留意神做什麼 我想回神做些什麼 我又看神在人身上做些什麼 我又看神在我身上做些什麼 神如何安排我的路 這一切 譬如《輕鬆得勝》這本書 真是很奇妙的 就是路德會的會長 他當我 其實我只是傳了電郵給他 我就說 其實我可以在神學院去教 以前他們在神學院 也有教過幾年的時間 所以我傳了給他 然後他馬上說給文字部 叫他給我印書 文字部直接打給我 會長說想印這本書 他想你去修改一下 可以怎樣印出來 完全是神為我安排的 讓我經歷了一本書之後 我下一本書 我都準備再找他 看看他要怎樣印 他不想印也好 我已經知道怎樣印書 這個也是下一步 我怎樣做 或者不印 我就可以做電子板 電子板我只是想送給別人 主要的目的 就是祝福更多人 這些都是神跟我說的 神就供應我 而我的心就是 既然神供應我 我就不是追求錢 我就追求怎樣祝福更多人 幫到更多人 所以我非洲的牧師 我又想到 我不是只是幫教友 我只是幫牧師 怎樣提升他們的事奉 我總之做了什麼 我都是想著長遠的計劃 我遇到什麼人 我都是想著 我怎樣提升他的生命 讓他的生命被提升 這就是神改變我 我和神的關係 我聽神說 留意神感動我 神就為我開路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留意神在你生命中做事 可能你說我還未到你的級數 不要緊的 總之他開始感動你 你就開始聽話 你開始聽話 你聽話第一步 你就會去第二步 第三步 一直這樣下去 我都是一步步成長的 所以希望大家 深信我們可以一步成長的 好了 分享的懼怕 其實我想我們更多人能夠 例如分組之後 你們可以出來分享 就衝破這個懼怕 你看這個小朋友多大 有些小朋友被訓練 我在網上有看的影片 幾歲的小朋友上來訓練 當然我希望他們不只是學那些口語 如何在台上講道 說得很厲害 而是他們真的有那個生命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寶貴 那怎樣有懼怕呢 我第一次上台講道的時候 我是做教師 我曾經做過教師 在一間基督教學 校長跟我們說 他說每個老師都會安排你們講道 我很開心 因為我本身已經想要侍奉神 我很開心 但同事不是每個人都開心 我預備好訊息 我上台坐著等 到港道的時候 真的從未試過 我的腳一直震 我不是想著有些什麼 總之一會兒要說 我的腳一直震 一直震 我心裡真的很害怕 很緊張 說的時候會怎樣 上台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是怎樣 當我一開聲一說 我感謝神給我洪亮的聲音 一說出來 那個回音一反彈過來 我馬上就放鬆了 聽到自己的回音馬上就放鬆了 然後我說下去就沒有震 第二次又是震 第二次又是震 又是這樣 聽到回音又沒有震 後來我怎樣衝破這件事呢 我開始做牧師的時候 那些教徒跟我說 他說 牧師 你還沒說到 好像會很緊張 好像很穩定 意思是有點偶偶的 我在想 第一點 第二點 中間要加些什麼 第二點到第三點 怎樣短接 就是不斷在腦袋裡循環 但現在我說的是跟那些事完全不同 因為我裡面有那個訊息 很自然流露出來 這個是要衝破的 那我怎樣衝破呢 就是我打算 人都是有需要的 而我們有神的生命分享 是可以鼓勵人的 可以更新人的 是可以有果效的 就是我關心人的時候 我就不會想自己說得夠不夠好 其實有很多次說到 說完我就 哎呀 那裡又應該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應該怎樣說 但我現在覺得 不要緊要 說錯就說錯了 就是說輕鬆很多 輕鬆反而更加好 怎樣衝破巨派 我希望一會兒你們分享 就是在這個組合分享完 有些人會出來試試分享一下 多些分享就不怕 第一 第二 想著神的大恩 想著人的需要 就是神很多禮物 很大恩典 還有人人都有需要的 每個人中間可能有些人 有情緒問題 有些家庭問題 有些人不開心 有些煩惱 有些工作問題 每個人都有些不開心的地方 或者有些人不得力 我們分享的時候 他聽到原來一個軟弱的人 都可以得力 就會得到鼓勵 還有先討告 一邊分享也一邊討告 一邊的心 在分享的時候 你很難 就好像一邊說親愛天父 求你幫助我 祈禱 只是喜歡神 深信神一定做功 多謝耶穌 耶穌一定做功 心裡喜歡神已經是祈禱 所以 未分享之前 就祈禱 在講的時候 一直想著耶穌 耶穌歡喜我 這樣分享 那人就開心了 有人聽了之後 可能會相信主或者愛主 神會紀念 所以我們就開心了 神會紀念 與主同聽十字架 就不介意別人怎麼看 即是說 我與主同聽十字架 不要緊 有些人說我講得不夠好 不要緊 我有口音 不要緊 我說得不夠不夠 不要緊 這樣的時候慢慢會進步 第一次不會什麼都做齊 不會說 又懂得說神的恩典 神的屬性 又輕輕鬆鬆 都流利 未必那麼快 不過不要緊 有膽衝破 可能你現在都想到一些事情 可以分享 現在如果有人想到要分享 記得一項要分享 就是 一定是榮耀神 就是分享一頓 就不要這樣說 唉 真的慘了 唉 疫情又病又辛苦 唉呀 家裡又麻煩 又經濟 唉呀 求主幫助 這個我們不會 即是困難 不會上台去分享 因為這個不會幫到人的 你在困難之中得到幫助 我們就會分享 OK 在這一刻 有沒有人想 即時上來分享 感謝主 OK 好 你介意直播嗎 OK 好 那你記得說神的恩典和屬性 大家好 我是梁平心 當這個衝突懼怕 我小時候就很誓膽很怕事 出來做事 人家就說我慢 我就很想努力地做得快些 誰不知呢 一逼自己快的時候 我就開始手震 這樣 在家裡撤上 我都看到一張刀在那裡震 那我就 在那裡想 我究竟什麼事 令到我害怕成這樣呢 那我認識了葉牧師之後 葉牧師 我長期聽他的道 我煮飯都會聽 那我就學會 處理生命 那我就去 在我前意識那邊沉走 究竟我過去發生什麼事 令到我這麼害怕 那我就一直這樣去找 找到 我是約四五歲左右 有一次在一個天台那裡 就聽到我阿嬤的流聲 因為我很害怕 我阿嬤的流聲 在那一刻 我就 在我的腦子 就入了一種錯誤的訓練 我是害怕 他會傷害我 有一種錯誤的訓練 當我發覺這個錯誤的訓練的時候 我就向神認罪悔說 我說神 其實 我阿嬤其實是沒有打我的 沒有來傷害我的 我自己想多了 給了一個錯誤的訓練 令到自己傷害了 在那一刻 我就開始 我整天都很害怕 很害怕 我做事是 出手是很慢 很慢 經常被人罵 當我向神認罪悔的時候 我就求神 去拿走我的害怕 心中的恐懼 那 我 立刻整個人 鬆了 神就醫治了我 我就不守陣了 我拿著刀切送 我就不守陣了 我感謝神 神的屬性和恩典是甚麼 神的愛和憐憫 OK 你可否說得 指明些 指明些 如何在這件事上 看到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是甚麼 神的恩典是甚麼 神的聖令在太醒我 太醒我 要去處理內心一些問題 其實我從小到大 就是因為被人罵得多 自己想法的思維是扭曲了 我知道神一直在重整我 一直在醫治我 我好像心中有千千結 他能夠把我一個結一個結 去解開 神一直在幫助我 我便 他能夠招累抑鬱 到現在 能夠完全康復 吃得 睡得 做得 全是恩典 但不知一生好 現在我幫你講一下 即是在你的經理來說 看到神的屬性 神知道你小時候受傷害 然後祂幫你去回那個情境 知道鑰匙在哪裏 然後引導你去悔改 去知道這件事 你需要交給神 然後祂就幫你 在聖心中幫你處理 這個就是 想回我們所有的更生改變 都是神在做功的 肥勒比書二章十三節會幫助我們 就是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心中運行 要成就祂的命 而我們就分享這個過程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好勇敢 現在我們會分組 我們首先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有勇氣 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多謝你 求主幫助我們有勇氣 分享見證 時時見證神的大恩大愛 我們深信神的恩怜 真的在我們生命中 將來出來 是很多很多恩怜的 我們就聽完你話 多謝天父 求主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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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未來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